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肖邦革命练习曲《键盘上的暴风雨》 二,得不惜《牧神的午后田野上的梦幻遐想》 三,巴哈黄金变奏曲《剑音编织的金色迷宫》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肖邦革命练习曲《键盘上的暴风雨》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肖邦那首令人心跳加速 《指尖飞舞》的革命练习曲《Up》 十,No,十二 这首曲子不仅是钢琴家的梦魇 也是音乐会上的常客 它在键盘上掀起的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雨 更是一场指尖上的革命 首先,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 这首练习曲创作于1831年 当时肖邦的祖国波兰正经历住对俄罗斯帝国的起义 肖邦在远离家乡的巴黎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 北同与绝 它的这份情感就像是被注入了这首曲子中 使得革命练习曲充满了激情与哀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首曲子的技术层面 这首练习曲的左手部分简直就是一场马拉松 左手必须不断地奔跑在键盘的低音区 彭复是在模仿起义者的脚步 永不停歇 而右手呢 它则在高音区域中像是风暴中的闪电 快速而精确地集中每一个音符 这首曲子的速度之快 技巧之难 足以让任何一位钢琴佳汉流加倍 但是,当你真正驾驭了这首曲子 你会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指挥家 指挥住一场由键盘上的黑白键组成的暴风雨 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心灵与技巧的革命 有趣的是,尽管这首曲子如此充满激情 肖邦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内向的人 想象一下 这位纤细的波兰作曲家坐在钢琴前 用他那纤细的手指弹出如此狂野的音乐 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首《革命练习曲》不仅仅是一首技术练习曲 它更是一首情感的宣泄 它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艺术也能成为我们情感的出口 成为我们灵魂的味剑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这首《革命练习曲》时 不妨想象一下肖邦那时的心情 以及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掀起的那场暴风雨 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革命 更是一场情感的革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德布希《牧神的舞后》 田野上的梦幻遐想 德布希的《牧神的舞后》 Ella Prima di Dian Phong 啊,这可是一首让你的耳朵 经历一场田野上的梦幻遐想之旅的音乐 这首曲子是根据法国向执主艺诗人斯特凡·马拉美 斯特凡·马拉美的诗作《牧神之舞后前奏曲》 Prelude are Ella Prima di Dian Phong所创作的 德布希用他的音乐笔触 将一只懒洋洋 有点调皮 又带住一丝性感的牧神描绘得淋漓尽致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牧神 牧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羊之神 他们喜欢在森林中吹奏长笛 追逐仙女 享受自然的乐趣 德布希的音乐就像是牧神的长笛 轻柔而迷人 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了阳光 清风和微醺幻想的舞后 这首曲子开始于一段著名的长笛独奏 它的旋律曲折多变 就像是牧神在树荫下 一边懒洋洋地躺住 一边吹奏住他的笛子 这段旋律充满了极星的感觉 让人觉得牧神可能随时会 因为看到一只蝴蝶飞过 而突然改变曲调 接着,整个乐队加入 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色彩和层次 德布希在这里运用了他的神器配器技巧 让每一个乐器都像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 弦乐器模仿着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木管乐器像是远处的鸟鸣 而铜管乐器则偶尔插入 提醒我们这片田野上 还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但是,这首曲子的真正魔力 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暗示性 德布希并没有直接描绘 任何具体的故事情节 而是创造了一种氛围 让听众的想象力得以驰骋 这就像是牧神的午后小气 他的梦中可能出现了美丽的仙女 也可能只是在享受阳光和自然的怀抱 总之,牧神的午后 是一首让人感觉既放松又略带暧昧的音乐 它不仅仅是一首曲子 更是一场精神上的野餐 一次心灵上的远足 德布希用他的音符邀请我们一起 躺在这片虚构的田野上 和牧神一起做一场美妙的白日梦 而且,谁知道呢 如果你听得够仔细 也许你还能听到牧神的长笛 在你耳边轻轻地说 别担心,放松吧 这里没有期末考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巴哈黄金变奏曲 剑音编织的金色迷宫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约翰 塞巴斯蒂安巴哈 Johan Sebastian Bach的黄金变奏曲 这部作品不仅是键盘温学的巅峰之作 更是音乐史上的一座金色迷宫 让人一旦进入 便可能迷失在其编织的音符之中 首先,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黄金变奏曲的正式名称是 键盘练习曲第四部 和声语旋律的变奏 BWV988 这部作品是巴哈在1741年 为哈罗德伯爵 Count Kisserlingke所作 据说伯爵画有失眠 巴哈创作这部作品 是为了让他的宫廷 小提琴手戈尔德堡 Goldberg在伯爵失眠师坛 奏给他听 因此,这部作品又被称为 戈尔德堡变奏曲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座金色迷宫 黄金变奏曲 由一个简单的巴萨主题 Aria开始 接着是30个变奏 最后以原主题的重复结束 这些变奏不仅在技术上 各不相同 而且在情感和风格上 也大相径庭 从热情奔放到深沉内敛 从结构严谨到自由即兴 巴哈展示了 他在音乐语言上的 无限创造力 巴哈的幽默 在于他如何在这些变奏中 玩弄音乐形式和技巧 比如第九变奏 它是一个典型的法国舞曲 但巴哈在其中 加入了一些不寻常的和声转调 让人在跳住优雅的舞步时 不禁要小心翼翼 以免踩到音乐的陷阱 而第25变奏 被称为黑珍珠 其深邃的情感和复杂的和声进行 就像是迷宫中最神秘的角落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 却又难以完全掌握 当然 巴哈也不忘展示他的技术高超 第十四变奏 是一个两部对位的巧妙结合 而第29变奏则 则是一场键盘上的烟火秀 彭腐巴哈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这座迷宫的深处 他仍然能够自如地穿梭 不受任何束缚 最后 当我们回到那个熟悉的主题 彭腐是重见天日 但却发现自己 已不再是进入迷宫前的那个人 巴哈的黄金变奏曲 不仅是一次音乐的冒险 更是一次心灵的犀礼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聆听黄金变奏曲时 不妨想象自己正不如一座 由巴哈精心设计的金色迷宫 让每一个音符引领你走向下一个惊喜 只是别忘了 出来的时候 记得带上那些 在迷宫中找到的音乐宝石 在以上的介绍中 我们分别探讨了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德布希的《牧神的舞后》 和巴哈的《黄金变奏曲》 这三首曲子各自展现了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它们都是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革命练习曲以其激情和技巧的要求而闻名 它充满了对肖邦祖国波兰的热爱 和对起义失败的悲伤 它是一场指尖上的革命 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心灵和技巧的革命 《牧神的舞后》 则是一场田野上的梦幻遐想 它以其柔和 迷人的旋律和模糊的叙事风格而闻名 德布希用它的音符 邀请我们一起躺在虚构的田野上 和《牧神》一起做一场美妙的白人梦 《黄金变奏曲》 则是键盘文学的巅峰之作 它以其复杂的结构和丰富的变奏 展示了巴哈的无限创造力和技巧 进入这座金色迷宫 我们会发现自己迷失在编织的音符之中 但同时也能感受到巴哈的幽默和技术高超 这些音乐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艺术表达 一种情感的宣泄 它们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洗礼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中 寻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愉悦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被这些音乐作品所打动 你是否有其他你喜爱的经典音乐作品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